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真仓真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卖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就是2024年3月9日,星期六,这几天香港的天气就好像股市一样单跳,一天冷,一天热 天气都好像要洗仓,洗拆你的身心,所以就是那句,穿多衣服 首先回复盘,上回提到其实就不用看到太淡,结合上星期六,即是整个整个星期两条影片的分析 我们也是说今天星期会推高一个更高的高位,而且就算星期二那天,纳指急跌几百点都不用,因为这样太淡 上条影片说得很清楚,对吧?我说就算跌了几百点,后市都不会出现这个大的调整也好 起码我们不能够因为那天跌几百点,所以就看淡,因此这个不成立 朱sir在这里就不是见星看星,见跌看跌的,结果呢?结果呢? 那天跌看星期五就再创新高,纳指,标指,晶片股,英伟达都曾经创新高 这个就是马前炮分析,马后炮的福盘,真创真欄,赢钱博弈,有图有单 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市况到底是定了还是转向了呢? 那我们要观察这么多东西才行的,例如我都不知道星期二那天跌几百点的 我事前都没有说过预测到,但我只知道星期还会有高位,他还未是真正转势的 所以星期二那天会给你一个相对低价的了,回到转问说,星期二打下来追沽的话 其实你都会输的,其实港股也是的,我们上条影片都说不用看到这么淡 结果港股整个星期都没什么特别掉的,没什么特别跌的,都是玩单跳的 那跟我们上条影片所说的,上下不突破,15500又去不了,17000又去不了 那17000又不用指示升穿,刚刚这个星期就真的没有突破性方向了 就是无论上和下,都是一个不情不怨的走的方式 不过这样吧,港股之后的走势,由今天的条片开始,我们的分析又暂时到此为止了 因为我们说过,港股也是客串分析的,不要期望我们每一次都进行分析 对于港股这个市场,大家都明白的,有些东西是吧 那下个星期开始,它的走势是怎样走呢,我朱sir暂时就不分析了 毕竟这个太伟大的恒生指数,和我们在香港的言论方面 很多现在将来有什么二毒三毒,有些东西是你明白的 不想太影响大家了 那下个星期又怎样看呢,毕竟昨晚的大盘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单日转向 穿头破脚的走势,很多炒到热脱的AI股份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来再说 我们的王牌期权的讲座,费用是全面的 我们未必是全香港最厉害的旗权的教学 但绝对就是我朱sir实战的旗权的经验 去和大家做入门的分享 不需要常常去堵费那些十次都未必赢一两次的末日旗权 或者堵费那些九不得八的组合式旗权 又教你买两边,说得很好听 怎样买十次都未必赢得一次 其实我们是要做到真真正正的,好像我们学生那样 实战,实降,用期权去做策略 那先看完广告,我们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朱sir 我是香港正式持有证券及期货条例牌照的基金经理 大家也可以上香港证监会的网站 搜寻画面上这个中央编号 就会找到朱俊文的牌照资料 相信有很多炒卖股票的朋友 都一定有听过期权这件工具 但是期权到底有什么用呢? 首先是这张图,就是我朱sir 自己在富途偶偶的真仓 也是我自己想做的一个教学的例子 我这个仓位基本上九成以上都只是做期权 甚少骂入证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就没有说是大上大落 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做交易舒舒服服 尽量不要影响生活 其实我们常见的实战的例子有些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多大户甚至连股神都喜欢用期权呢? 这里就是六个大户常用的期权的做法 当中涉及了很多混仓的技巧 例如如何将short side的期权 连同long side的期权一起混合去做一个组合 我们的投资又好还是投机都好都一定会涉及风险 绝对不会说包赢 但是如果学会以上的期权透露 整体投资的策略就会变化多很多了 例如我们可以如何尽量做到锁定风险 如何将原来的盈利运用期权再进一步将它最大化 而且我们在期权的数值里面 其实有时都可以看下市场的大概波动性 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深入去理解 这些大户运用期权的方法和期权的知识 欢迎点击连结报名参加我们的 王牌期权教学分享讲座 费用是全面的 到时我就会在讲座里面和大家分享 这么多的我个人在这么多年里面的期权经验和知识 但是就不会涉及投资买卖建议 我是朱长到时见 好,上个星期我们是看升的 就算一回来下跌几百点我们还是看升的 下个星期就相对不同了 我认为它未有一个真正的新方向 即是即至昨晚高开高走再重力巴转向 穿头破脚这个走势 我认为是好友和淡友都分别在这个回合 就暂时各自自己作结了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鲍威尔和鲍叔 星期三就说未准备好这个降息 但星期四又转口又说很快地降息 所以我觉得市场就要像中长休息 要观察究竟爆肃 如何像神经质一样 两天说话都好像不同 有些不对路 当然不对路得来都很快就知道真相 因为下个星期相当精彩 又有CPI又有三月份的议息 所以相信都会很波动 虽然我们分析的时候 有时都会好像现在那样 觉得市未有新的方向 亦都不用太紧张 下个星期亦都可以进行观察 我觉得它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都有机会 第一个版本就是 下个星期再踢上去 又炒兵柱 又是板块分化地炒 这个版本不一定是好事 第二个版本就是 下个星期又继续承接 星期五的重力打转向 继续滑下去 滑多你一两下 其实我觉得 这个反而再硬阵你下去 阵涉那些投机的人 追货的人 逼那些人止损 硬再踢多一阵下去 其实这个版本反而是好事 我自己真心认为是好事 最好就是 跌多你弱光棍 整个大特价出来 杀光所有投机之辈 那就最好了 虽然两个版本都有机会 但我仍然 就是 偏向希望它继续滑下去 做一个比较快而闪电的调整 这一个就是大盘的看法 至于过股 上一条影片 都提过 Apple 是大弱小股份 但Apple是最弱的 还是可能有点止跌的迹象 老实说 星期五 Apple曾经想反击 可惜后来 纳指又被晶片股拖累得太厉害 所以回落 我自己就暂时觉得 Apple仍然是相对偏弱的股份 他未必是大力地插穿170 而又无限点 我就不谈他这种浪营 但是 亦都不要这样 好像去揣测 朱sir的说法 坦白说 就俗称 好像很聪明 就以为我这样说完之后 应该会暴力反弹 那就拨个Long Call 但你要明白 即使是加了奇权的杠杆 如果Apple的波幅是上落太窄 而你拿捏的位置 又不是事后最低位 走的价格又不是事后最高位 就算有其权的杠杆的帮助 你也未必是赢到钱 稍微 刚才说过 转手转得不好 再贪多一棍 或者贪多8毫子的升幅 然后再滚回来 走不了就等于由赢便输 所以有这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暂时就不应该做 这就是对Apple的看法 至于Tesla 我们也是看它有点止跌的迹象 不过它这个走势 始终来说也不太可行 甚至潜在危机可能在中线 是比Apple更加深 其实这个机会 所谓潜在危机 在中线的角度 比Apple更深 这一句实义的机会 都颇大 变成了我都会觉得 相对Apple来说它有更加危险 在好仓里面 就更加是不直驳的 至于主力热门的AI股 我觉得很大机会 经过星期五炒商之后 当然可能继续滚下来 大家update部分的AI股票的走势 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 都相当清楚 他们现在的剧本是怎么走的了 但是总之就是说 下个星期初 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猛烈的震荡 所以也可以提醒 如果短期想拨反弹的人 特别是用暴力的期权 或者短线的期权去拨反弹 我个人强烈地认为可以省一口气 可以省一省子弹 不要让自己在整个升 我们继续整个uptrend里面不做 短线 downtrend你就贪便宜去做 这个世界没有贪便宜或者嫌贵 这个世界只有升和跌 和momentum 就是说动能是uptrend还是 downtrend 希望辨认大家要懂这件事 当你是脱离了便宜贵的主股感觉 而进入了momentum 动能核这些分析的话 那你的功力已经上了一层楼 好了 那我们今天也讲一下AI股份的业绩 就是讲一下刚好公布业绩 还是股价最高最低位 滚了一百元的博通 AVGO 这个图表就显得很漂亮 但是出来业绩之后 就单日转向就跌了下来 首先在业绩里面 的成绩有没有问题 那就让我直接解论你 业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收入的增长 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去到整个季度的收入 是去到119.61亿美元 相对上年同期升了34% 而当中的费 cash flow 是去到差不多47亿 佔了整个收入39% 你会见到盈利的成绩非常之好 那么博通作为一个晶片股份 正常也应该需要投入大力的资金 去进行一个研发 或者是可能是其他的 总之是R&D或CAPEX 我们亦都简称叫做CAPEX 这个好契资本开支 但是问题是 你会发觉 在季度里面 赚了的钱 大概是10.99 即445入便11元 在11元的角度 去派息可以派到5.25元 兼且还要用82.9亿美元 回购并取消了770万股 即是赚了10.99元 用了1.5元去派息 还要进行share buyback 所以为什么这个股份 相对来说是有部分人都比较喜欢 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有好小晶片的公司 是冒着CAPEX的大增 或者CAPEX的增加情况之下 又肯派息给你 又要进行share buyback 其实在晶片股里面 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而在整体来说 市场其实 在博通亦都这么说 在星期五 郭恩珍珍的角度 一开始 很多晶片股都可以上升 例如英伟达都上升了 硬的一开波 都踢高了几个百分比 而现在AMD 更加发行地 是暴力地升了5-6% 只不过后来英伟达 刺得太厉害了 那AMD没办法 只能把升幅完全嘔吐 所以AMD的图 射击价促 这个也没办法 但是人家起码上升了 至于收市的角度 英伟达跌了5% 或以上 但是AMD 还是微跌了1-2% 相对来说 已经叫做黑制了 但是博通 其实我想说 就是 对于晶片股 是踢高的那一刻 其实博通 一开始已经跌了 它一开始已经没有升 过了 随着晶片股跌幅很抗大 最后它又低位收 起码踢低了6-7% 其实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 都累积了这么庞大的升幅 如果你没有一些 太过经验的消息 或者是新闻 或者言论去打鸡血 去憧憬的话 你很难 从10亿伟达 在高墓业绩之下 暴升的奇迹 这个第一个重点 即是累积升幅太多 就没有惊喜 第二 它那个没有惊喜之处 就是在于2024年的财年的预测 它也是维持了500亿美元的营收指引 这个500亿美元的营收指引 其实上一个季度已经是这样的了 因此 在AI大行期道之下 仍然是维持全年的营收 500亿美元 没有上调的迹象 这个数字 就是低于分析师的预期 因此 投资者又在小朋友 好像小学生 在发老皮 因此重跌了下来 不过 就是说 有一个小要点 你要明白 如果你每天 只看5个小时的升跌幅 我都没什么好说 但如果你愿意看一场远一点 其实有一句 可能有些人都漏了 就是博涛 首席的执行官 其实是在发言里面 依然表露了 对于前景充满信心 而且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说 截至到2024年财年末 人工智能的需求 将会占了半导体的35%收入幅度 高于此前预测的25% 而且在2024年的第一个财季 人工智能的收入较上年同期 较了两倍 较到23亿美元 远远抵消了那一刻周期性的货帮 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如果愿意将这件事 看到中后段一点 其实对于AI的扩张 AI的承行 对于博涛的收入的增长 其实来说是挺乐观的 所以就不要对这件事看得太死 好的 今天的影片暂时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放眼国际 静静地赢的话 当然欢迎参加我们 王牌期权的免费教学工作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对 是 OD ini 之 的 你 现在 看到 我